据说吃虾皮不能补钙,而真正补钙的这二种食物,很多人不爱吃,大人们忧心忡忡地讨论着如何补钙,小孩子们则在大人们的嘱咐下,一口一口地吃下所谓的补钙食品,其中虾皮因其高钙含量而被誉为补钙冠军。 然而,近年来,一种声音开始在人们的耳边回荡,虾皮不能补钙,这让许多人感到惊讶,甚至有些不敢相信。 那么,虾皮真的不能补钙吗?如果不能,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补钙呢? 一,虾皮的钙含量和消化吸收。 虾皮,这个被誉为补钙冠军的食品,每百克含钙量就能达到惊人的991毫克,远超过人们每天需要摄入的800毫克的钙。 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,虽然他们每天需要摄入的钙是1000毫克,但仍然可以从虾皮中获取充足的钙。 然而,这只是理论上的数字,现实中,虾皮的硬壳让它变得难以消化。 人体很难从中吸收到足够的钙。 虽然虾皮的钙含量高,但如果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,那么这些钙就如同镜花水月,看得见摸不住。 因此,虽然虾皮的钙含量优秀,但是对于补钙来说,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效。 二,虾皮的钙含量极其对健康的影响。 除了钙含量,我们还需要关注虾皮的另一个重要成分,钙,据统计,每百克虾皮含有5057毫克的钙。 这个数字是我们每日推荐摄入量的多倍。 过多的钙摄入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。 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,食用虾皮可能会加重病情,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。 因此,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群,尤其是高血压患者,虾皮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食品选择。 而对于健康人群来说,虽然偶尔食用虾皮不会带来太大问题,但如果长期大量食用,也可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。 以上就是关于虾皮的钙含量和钙含量的问题。 我们可以看到,虽然虾皮的钙含量高,但由于消化吸收问题,其补钙效果并不理想。 而其高纳含量也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。 因此,虽然虾皮被誉为补钙冠军,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补钙食品。 那么,真正的补钙食品是什么呢? 3.牛奶作为补钙食品的优势 牛奶,这个家喻户晓的食品,其补钙效果不可忽视。 每百克牛奶含钙量约为120毫克。 虽然这个数字远不及虾皮,但别忘了,牛奶中的钙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。 这得益于牛奶中含有的乳糖,它能帮助人体更好的吸收钙。 此外,牛奶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D,这些都是维持骨骼健康的必要营养素,可以辅助钙的吸收和利用。 因此,牛奶的补钙效果优于虾皮。 然而,不同类型的牛奶,其钙含量也有所不同。 一般来说,全脂牛奶的钙含量最高,而脱脂牛奶的钙含量在相对较低。 此外,有些牛奶在生产过程中会添加钙。 这些牛奶的钙含量通常更高。 因此,选择牛奶时,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选择。 例如,对于需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,脱脂牛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。 四,绿色蔬菜的钙含量和补钙效果。 说到补钙,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奶制品,而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补钙食品,绿色蔬菜。 绿色蔬菜中的钙含量其实并不低。 以菠菜为例,每百克菠菜中就含有99毫克的钙。 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牛奶了。 而且,绿色蔬菜中的钙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,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。 其钙的吸收率甚至可以达到40%,这个数字远超过牛奶和虾皮。 然而,尽管绿色蔬菜的钙含量高,但我们不能忽视摄入量的问题。 要想通过绿色蔬菜补充足够的钙,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量。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,每日进食蔬菜的量要满足300到500克,绿色蔬菜要占一半。 这样,不仅可以补充足够的钙,还可以摄入到蔬菜中的其他营养素,如维生素C、维生素K等。 这些都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。 虽然虾皮的钙含量高,但由于消化吸收问题,其补钙效果并不理想。 而牛奶和绿色蔬菜,虽然其钙含量不如虾皮,但由于其钙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。 因此,它们的补钙效果优于虾皮。 所以,如果你想补钙,不妨试试牛奶和绿色蔬菜。 它们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5.如何正确补钙? 补钙,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实际上却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 首先,我们需要知道,钙的摄入并不等于钙的吸收。 我们需要选择那些钙含量高且异于吸收的食物,如牛奶和绿色蔬菜,而不是只看钙含量。 忽视了吸收问题,如虾皮。 其次,我们需要知道,钙的吸收需要一些营养素的辅助,如维生素、D和蛋白质,这些都可以从牛奶中获取。 再次,我们需要知道,钙的摄入量并不是越多越好。 过多的钙摄入可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。 所以,我们需要控制好钙的摄入量。 最后,我们需要知道,补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 需要长期坚持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达到补钙的效果。 六,补钙的误区。 在补钙的问题上,很多人都存在一些误区。 例如,有些人认为,只要吃了高钙食物,就一定能补到钙。 这是错误的,因为钙的吸收需要一定的条件。 如果这些条件没有满足,那么钙就无法被吸收。 在例如,有些人认为,只要补钙就能防止骨质疏松。 这也是错误的,因为骨质疏松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。 仅仅补钙是无法防止骨质疏松的。 所以,我们在补钙时,一定要避免这些误区。 正确的补钙,才能真正达到补钙的效果。 如果你想补钙,不妨试试牛奶和绿色蔬菜。 它们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同时,我们也要避免补钙的误区。 正确的补钙,才能真正达到补钙的效果。 补钙并非短期之策,而是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。 只有坚持不懈,才能真正实现补钙的效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